大家好 这段是要跟大家说明 教你更换主机板上的 扭扣电池 扭形离电池 那以前是叫做水银电池 那现在都用那个离 所以说是扭形离电池 那你可以简称 为扭扣电池 图文的教学网址 贴在YouTube的注解这边 点一下 就到这个 说明页面 那这个 扭扣电池 是供电给CMOS 就是用来记录 BIOS 里面的内容 耗电量一般是 非常非常的低 可以用好几年 那是因为我前阵子 电源供应器 挂B 坏掉 那所以说顺便 就去买了那个 扭扣电池 来做一下把这个换掉 因为我电脑好几年了 那要特别注意一下他的 扭扣电池的规格 还有型号 你在搞这个电脑的 组装拆装DIY 只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你要去查规格 你要去查型号 如果规格不符 你给他装下去 这是不行的 那在拆的时候 注意看一下 我是用尖嘴钳 当然也可以直接用手指 但是我不推荐 因为你直接用手的话 因为他这旁边很多零件 建议大家用尖嘴钳 然后戴手套这样子 那这个戴手套的部分 我后面会说明 那尖嘴钳是到五金行就可以买 好那我这一张的主机板 上面的扭扣 电池 是使用这个型号 CR2032 那这从哪里购买呢 一般在自由或者是全联 就可以买到 再次提醒 要特别注意规格 要特别注意型号 就是说他 他会写在这上面 这边上面那个 扭扣电池的上面 那个型号 要特别的注意 避免那个伏特数有没有 那个伏特不一样 会烧掉 会烧掉 要特别注意 OK之后就把它装上 装上 接触不良 用好了之后 怎么电脑没办法开机 或者是电脑出问题 自己 电脑拆装 组装 DIY 没有用好 那多多少少会有 焦虑感 不知所措 这个时候 不用惊慌 很多的状况是接触不良 就是你没有装好 没有过电 这样子 那你就是把它拆拔起来 再把它放回去 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就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过电 接触不良 你只要用那个尖嘴钱 再把这个地方 夹一下 让它弹起来 然后再用手把它压回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的那个不能在开机的状态下 作业 你要关机 电源要关闭 电源要关闭 因为有一则新闻 我记得好像是很久 好像是 不知道 去年还是前年的 他那个是在给人家换 换主机版的时候 他好像是没有 关那个电源 他不是外面那个USB 那个拆拔 他可能没有关 然后造成它整个里面烧掉 结果他原本只需要换 主机版 变成全部东西都烧掉 就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短路 就整台电脑都要换很多东西的 硬体都要换掉 是不能在过电的 就说你在换 装 那个电脑里面的东西 内部 机壳内部的东西 你要把电源关闭 避免去烧掉 他这个不是那个 电脑外面的USB 或者是 就是键盘滑鼠 耳机那些 就是可以拆拔 直接拆拔可以用的 这不是的 好那这个是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那个 爆一个红灯 然后就 这边有网友回复 就是将 扭扣电池 拔起来 再塞回去 就OK了 手套 口罩 那在这边 的时候我用这个麻布的 因为他比较厚 很不方便 那个触感很烧 所以说我后来去换比较薄的 像这种薄的布 他是一种薄的那个 那个纤维吧 迷脏 做成的那个手套是 蛮薄的 那个触感 比较好 用这种 那这个原因是这样子的 电脑机壳 内部拆装 组装DIY 建议大家 戴口罩 戴手套 避免手上的水 水器 碰到主机板上的元件 造成日后生锈短路 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那个零件超级的多 又很密 那你一个手上的 水器 手上的油脂 手上的污垢 去碰到 去掉到里面 他就会短路 他就短路 还有一个是 避免口水 因为你呼吸的 你那个 鼻子或者是 嘴巴呼吸 那个呼吸的时候 难免会有口 那个水 口水 或是鼻水 掉到主机板上 这个不是你把它擦 有没有 比如说你东西掉到 水掉到上面把它擦掉 就没事了 他那个日后还会生锈 不知道什么地方生锈就直接短路 就报废 你完全找不到原因 有很多人 有没有他那个 电脑刚开始用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他在组装之后 就开始有毛病了 过没多久开始出毛病 那个是你没有短路 那个 主机板就要整个换掉 你没有办法去查修啊 那个 这么密 你怎么查修 没有办法 就整个主机板要换掉 这样子 好那就是这个地方 建议大家要戴一下口罩跟 手套 做那个电脑机壳内部拆装 好 YouTube视频 下方点击显示完整资讯 有个donate赞助连结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连结 donate资金给我 赞助资金给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耐心收看此段视频 那也可以点击一下订阅按钮 订阅一下 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